哈嘍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海底大獵殺 好像真的你們很多人都很想要看這個蒼龍 鋸齒殺這些BOSS等級的對吧 來吧我們今天就來玩個蒼龍 當然他應該是一開始就 其實也不一定喔 雖然說他很強BOSS等級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之前看到過的野生的蒼龍 跟野生的這個鋸齒殺對戰呢 每次都是蒼龍輸對吧 我們這次看看能不能扭轉這個烈士 那當然我們玩了這麼多次這麼久以來對不對 大家看旁邊又跟著我一樣生了另外一隻蒼龍出來了 好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游泳的一個樣子 我怎麼覺得似曾相似啊就是 會讓人頭暈的那一種欸 我 他不會想咬我吧 欸 欸等一下大家看到沒有 等一下又好像沒有 我 不對他好像是有比我大隻對不對 好像是有的耶 那就是就我所知的好像除了我之外啊 那其他的魚在生成的時候呢 都可能等級都有可能會比較高 所以就變成說 我現在如果去找鋸齒殺 可能鋸齒殺的等級又升上去了 那代表說我可能打不贏他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應該是進來就立刻去試試看對吧 看能不能直接就把鋸齒殺給解決掉 當然在那之前我們 路上如果有能吃的東西先吃一下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升個等級了 非常的好 所以我現在的血量呢已經來到了3400啦 但是就一個如果說他也是有升過等級的鋸齒殺來說的話 我應該也不算是什麼太大的威脅吧 當然遇上鋸齒殺的時候 我們之前看到的好像都是 昌龍的側面直接被鋸齒殺給追上 不然就是後面是嗎 我看到好像都是側面的吧 所以我們這次偷偷的從屁股過去 只要從屁股過去 應該就可以有勝算 有勝 不對不對好像變成他來追我的屁股了 等一下我們要繞一下 那昌龍呢果然是沒有錯 這個他的轉彎呢是有一點困難的呀 天啊這個 這個視角操作好像有點怪怪的了現在 對對對 沒辦法就是一直讓我維持在這個海下的喔 好沒關係 我們這次中 不對不對我只要一靠近他就要來了 那就直接硬碰硬了 硬碰硬了 呃啊 再來一口 哇這個咬合速度有點略慢啊 我成功了 果然還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把他咬掉之後 我們趕緊吃了對吧 趕緊吃了 可以狂升級吧 升到什麼程度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也要來了 我們再咬一下 五千多點傷害可以的 先把他給咬死就好了 直接一開始就大殺四方了有沒有 果然沒錯 果然是要一開始從屁股接近 我們就可以成功的獲勝了 而且我的體型怎麼突然之間長大了超多了 而且等級快速的來到了99等了 他應該還是會想要來咬我的吧 喔不對他是逃跑了嗎 我們第一次看到他會逃跑嗎 原來他會逃跑的呀 我們確定一下 他是不是在逃跑 因為之前我玩其他的魚對不對 他根本不會逃跑的 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來這次我們就 我們就待在原地好了 喔會咬我 哈哈哈哈 什麼鬼 而且我就咬不到他了 哈哈哈哈 我以為他會逃跑 根本沒那回事啊 他果然設定上就是 反正看到有生物就咬就對了 果然那麼多的 他又想要來咬我了嗎 那一開始就大殺四方的這個蒼龍 果然沒有錯 而且 看樣子 這些Boss等級的 隨著等級提升啊 體型也還是會不斷的上去的啦 那就 不光光是只有玩家體型會升上去而已囉 Boss等級既然這樣子 體型也會變大的話 喔天啊 我這個到底要怎麼看啊 這個 這個視角我已經拉到最近了 但是他已經 把我視角調整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但是我們這個視角 目前也看得到我們整個蒼龍的整體的一個狀況喔 輕輕鬆鬆已經可以了 就把這個鋸齒殺人也解決掉了 對不對 可是還是相當的危險耶 他的攻擊性既然那麼強的話 代表說 我如果一開始 沒有成功的 就是從他的屁股接近的話 對吧 我們應該要來試一下 來我們再一次吧 蒼龍的部分 是的 我們又再一次的回到等級1的蒼龍了 血量只有3257 所以我們再去找一次剛剛的鋸齒殺吧 哇這搖頭晃腦真的是 我們來看一下 沒錯 這個就是蒼龍 我們正在操控的傢伙 欸前面好像是鋸齒殺了 我們游過去一下 下面還有這麼多的劍射魚啊 不過我們就等級1的時候過去吧 剛才是升過級來找他的 這一次我們就來 等級1的時候過來 應該就可以說 證明出來 人類的操作 絕對是優於他這裡面的NPC 不對不對不對 他升級了 大家看他升級了 我們直接過來咬他看看好了 成功了 但是我 我的咬盒太慢了 我沒辦法咬第二下 我只要咬第二下 就很可能可以把他咬死 但是我沒有辦法咬那第二下 因為咬盒速度太慢了 這個算是蒼龍的一個缺點了 然後呢 就被他爽爽的在這邊吃肉 所以他呢 等級有在提升 也就是說 我如果要繼續用蒼龍繼續下去的話 要能夠吃掉他 我得升級 升得要比他還要快才行呢 好 所以他相當聰明的 跑去吃了金沙對不對 哈哈哈哈 這樣子就是 蒼龍面對鋸齒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這個能直接吞嗎 這傢伙都直接吞不了欸 所以蒼龍的這個目前來看 他的這個 吞咽的一個 範圍好像並沒有說很大欸 來我們直接找劍射魚吧 劍射魚的話 他的那個經驗值應該是蠻多的 那那個剛剛那個金沙的部分 好像已經被這個 鋸齒殺給搶去了 我們只能吃劍射魚了 我相信這些劍射魚 足夠讓我升相當多的等級 別逃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他這樣搖頭晃腦 我的頭容易暈 然後呢 頭暈就算了 他的速度似乎有點追不上這個劍射魚啊 喔 他一開始咬河 其實範圍也不是說那麼的廣啊 這也是他的一個蠻大的問題囉 不過我們已經立刻呢 就升到這個 十六級了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來我們這個十六級的話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應該去找另外一個boss對不對 哇 這邊好多肉塊啊 想說去找個抹香精而已 怎麼這邊這麼多肉塊了 是剛剛我的肉塊 鋸齒殺已經跑到了那邊去了 鋸齒殺怎麼已經跑到那邊去了 好吧 我把這邊先吞了 如果沒那麼靠近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直接就過來吞 咬我了吧 欸等一下 好像要來了 但是我什麼都看不到 這是 目前這個 畫面的缺點 他果然來了 我直接被咬死了 大家看 所以鋸齒殺 鋸齒殺升級的話 他剛剛吞掉我那麼多的肉 他一定升級了 鋸齒殺的升級好像 他的那個傷害特別的可怕啊 我才碰到他的嘴巴而已 直接就死掉了 即便身為蒼蠅 都一樣 而且我是升過了 我也升過了級了 可是 鋸齒殺的傷害 真的是太可怕了吧 等一下 23等了 我們的血量已經來到了5000了 果然應該先來這邊吃點鯊魚的 所以我們吃不掉鋸齒殺 可以先吃點虎殺對不對 這個當作這個暖身運動一下 好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往極地海洋那邊出發 沒錯 那我相信剛剛的鋸齒殺 又吃掉了很多我的肉塊之後 他現在等級應該又更加的非同凡響了 沒有想到 我都已經身為蒼蠅了 居然還要對鋸齒殺這麼的畏懼啊 主要是他升級之後真的太可怕了 我沒想到他的素質成長 居然可以成長到這種程度啊 我們應該先去找個抹香精吧 而且我都已經這麼大了有沒有 我還沒有辦法直接一口就把他們給吞下去喔 大家看 我沒有辦法直接就把他給吸到嘴巴裡面去了 即便我的體型雖然好像很大但是 好像也沒什麼用啊 果然他在設定上好像就變得說 呃 一開始可能就是蒼蠅比較早出來吧 他好像不會設定的就是太過於強大的樣子吧 大家看他游泳速度也慢 轉彎能力也差對不對 然後只要一碰上鋸齒殺的牙齒馬上就掛掉了 是蠻怪的好像在那邊往往看到了 果然沒錯抹香精出現了 抹香精也是張大著他的嘴巴朝著我要過來 但其實他原本應該不是想咬我的 那但是呢他應該是 我才咬他才1200多點傷害啊 哇他的防禦力是太高了 還是說是因為我這個蒼蠅的減傷率真的太高了呀 哇這個咬他才2000多點傷害 欸等級都已經到了這個等級了耶 欸等一下我剛剛咬他2000多點他死了呀 他死了耶真的 所以是 他這個誕生出來真的血量只有1900多嗎 我們再咬一次看看好了 但是我現在這個畫面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啊 這個再咬一下3000多點傷害他直接就變成碎肉了 可以的 那他應該也是會拼了老命的想要來咬我嗎 欸並沒有耶 等等我們再把這邊的肉塊先全部都吃了 他會咬我嗎 我們確定一下 旁邊有其他的食物所以他沒有要來找我的意思 但是如果旁邊沒有其他食物的話呢 好像也不會來找我的耶 他到底會不會怕我啊 我們來看一下 咬我了啦 哈哈哈哈 又咬 我直接把他給咬碎了 他到底是怎樣咬旁邊的食物不小心咬到我的還是怎樣 我們再看一次好了 我個人覺得他應該是想吃旁邊的食物不小心咬到我的啦 我們再看一下旁邊這下面 欸看到沒有我就跟他靠的這麼近 他應該是不小心咬到我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他可能是沒那麼怕我 就是看到我可能不會逃開但是 他會不小心咬到我 那只要不小心 那鋸齒鯊不小心咬到我的部分呢 就變成說是鋸齒鯊會 會直接把我給解決掉 因為鋸齒鯊的這個傷害真的太高了 哇 大家看因為他生成是直接從這上面生出來的呀 哇又咬到我了 因為他想吃旁邊的碎肉所以咬到我了 好 這邊的生存競賽 我相信我應該是已經比那個鋸齒鯊還要強了吧 對不對 我們再來試一下 我把這個頭呢整個伸到外面去看一下 哇 漂亮 漂亮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視角我們就可以看得到說這個蒼蟲 在海上 海平面上面的狀況是怎麼樣了有沒有 好像很可怕耶 我們再像這樣子往前面游看看好了 這就是蒼蟲 我的天啊 這麼一個龐大的黑影在這邊 這個又是想像一下 如果旁邊有一艘船 人類的船這樣子開過去 看到這麼大的一個黑影 晚上應該又是要做噩夢了吧 沒錯 噩夢應該又要做不完呢 那我現在視角呢 真的是被他拉得太遠了喔 因為我弄到了這個修改過的檔案的話 它是 也是有那個調整過那個 就是那個鏡頭會拉遠啊 那之前他那個什麼 原版的設定那個鏡頭就是你的體型 如果過大的時候就會不斷的畫面會震動嘛 那他這一次設定的這個東西好像是可以 就是改成這樣設定之後畫面就不會震動了 不管你變得多大隻喔 但是就變成說你的 你的鏡頭有時候變成這樣子 海平面上面你就看不到海下面的 感覺會很怪啊 那我們現在呢 應該是立刻要去找那個鋸齒砂的部分了 我們要復仇了 那像我這個體型如果已經變得這麼大的話 就變成說我們已經 沒有什麼可以逃離那個鋸齒砂攻擊的空間了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喔 譬如說鋸齒砂只要在你身邊出現的話呢 你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哇他果然也變得有夠大隻了 我看到他了 但是這樣子我的視角很難看得到他 我看到這邊能不能直接咬得到他喔 應該只要變色就可以咬下去了吧 我的牙齒只要變色 還咬不到他 咬何範圍有什麼 喔這邊咬了喔 六萬多點傷害 他還沒死 他還沒死欸 哇我咬掉他了 我差點被他解決掉 他剛剛等級升太多了啦 六萬多點傷害打不死他欸 他到底升了多少等級啊 我的天啊 他剛剛咬我一下血也是超多的 OMG 現在誰在咬我我都不知道了 是誰 沒關係我升到了300等了 剛剛鋸齒砂好可怕喔 剛剛那隻真的升級升了太多了 這就是生存競賽 我們跟鋸齒砂的生存競賽 BOSS對上BOSS 但他好像是那個 數值比我還要強的BOSS 所以我們不能夠讓他快速成長啊 他快速成長上去的話 我都要遭殃了 我這邊還不能夠直接把他給吞掉嗎 我已經等級300多了 不能 我不能直接把他給吞掉的樣子 我要咬他一下19萬的傷害 他會先去吃肉 20萬的傷害 來啊 你不是很囂張的嗎 20萬的傷害 所以我們再吃一下 直接咬掉20萬 而且我現在的話呢 攻擊範圍是超廣的了 沒錯我攻擊範圍很廣 這邊可以直接再吞掉那堆肉 然後我們再咬 我這個咬的速度真的太慢了 所以給他很多的機會來打我 我這咬得好慢啊 蒼龍的最大缺點就是這個了 咬得太慢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 如果說等級升上去的話呢 究竟會發生一個什麼樣的事情呢 欸 據此他不會絕種了吧 他不是正常來講 應該就要在這附近直接生成了吧 結果他已經不見了 他是不是又往這個方向去了 我覺得是的 因為這邊好像有些碎肉塊在這裡喔 那我鏡頭的部分呢 也沒有辦法再拉得更近了 這邊是拉到最近的狀況 就拉到這樣子了喔 所以有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視角呢 會直接跑到海平面上面 還有就是說 現在 稍微遠一點的地方的話呢 就會變得相當的糊啊 然後 欸這邊會把我卡住 所以我的體型已經搭到了一個 喔他果然到這邊來了 他要來咬我的嗎 我直接把他咬碎好了 對他果然到這邊來了 然後他到那邊生成了 我看到了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黑影來看他的樣子 對嗎 可以然後再咬碎他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我們就在這邊看看 能不能長大到一個 什麼樣的階段 對吧 欸我感覺他好像是 真的是一出來 就往反方向去了耶 他是想去吃肉嗎 還是怎樣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一口就直接把他給吞掉欸 喂 我怎麼還無法一口就把他給吞掉 喔 我的天啊 這個角度一看 我的天啊 哇太大隻了啦 所以現在最麻煩的點就在於 升級的問題了 這隻鋸齒沙呢 一出來之後就遠離我了 我要找他都很難了 哎呀我怎麼被什麼東西咬了 我呢一直用這個角度在看有沒有 我一直在吸東西 一直在吞東西 我到底吞了什麼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但是 但是 但是反正就是我一直在吞東西 那這個鋸齒沙的部分呢 找不到 是的我找不到他 好的所以我想我現在的體型 應該已經算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龐大的狀態了 然後我們可以呢 試著把視角呢 拉遠一下 等一下那邊還有一些弱塊吧 直接吞了吧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吞什麼 我拉到最近是這樣子喔 然後 其實因為拉到最近 感覺上還是有點遠對不對 那 就變成說好像看起來會相當的模糊啊 那我們就拉遠一點 我相信應該可以拉到 非常非常遙遠的階段 大家看有一些肉塊 飛在了天空 那一定是因為被我咬碎的肉塊 浮在天空的關係 我們可以把鏡頭的拉到這麼遠喔 所以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樣子 其實外面沒什麼啦 外面就是一個邊界 然後再延伸出去 一望無際的大海而已啦 就這樣子而已啦 這個外面其實沒有什麼 我們就是完全被困在了這裡面 有沒有 天啊 大家看我的背部已經可以露出來這麼多了 就代表說 這個海底已經不夠深了 我想要再往下潛 好像都潛不下去的感覺了 有沒有 我根本這樣也潛不下去了 可以了 硬是潛下來了 我被咬了 等等等等等等 我是要掉到地圖外面了 我是卡 我是卡到地裡面去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莫名其妙的造成一些傷害 原來是我卡地圖了嗎 所以我卡地圖會不斷的造成一些傷害嗎 我看看我再繼續卡下去看看好了 有了造成傷害了大家看到沒有 然後我一直往下轉 我可以掉到地圖外面 我這個已經鑽到地圖下面來了 這個遊戲被玩壞了啦 這 我鑽到地圖下面去了 真糟糕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到底能不能夠 等等等等我得看看 我 喔大家看我怎麼 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我又被擠出來了 我決定了 我拚了老命的一直往下鑽 看看能不能鑽到地圖外面去 我好像成功了 我快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好像真的要鑽到地圖 我鑽到地圖的下面了 大家看 東西都在上面了 我人在地圖的下面了 我已經跳脫了這所有的框架了 蒼龍最後終於成仙了有沒有 所以我還回得去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看能不能游到地圖的邊界外面去喔 他居然已經 到了等級450 擁有了可以穿透地形的能力了 太誇張了吧 是的 所有的地形都在我的頭頂之上 我已經來到這個世界的外面了 我們之前居住的地方的外面了 所以我眼前一道白光是怎樣 我真的要去見上帝了嗎 我要去見造物主了嗎 這是 蒼龍要去詢問造物主 為什麼到了現代 我們已經絕種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地圖的正下方 那有沒有辦法發動攻 可以發動攻擊也可以吃東西耶 這才是真正最強的地方 果然 這個才是 最強的領域啊 只要直接跑到了這個原來的地圖的外面 有沒有大家看這個地圖 哈哈哈哈 原本我們就是在這樣子的海底的移動 但是我在海底的下面了 哈哈哈哈 我想要直接游到 看看能不能到地圖的那個 就是他的 他的整個地形設定的最邊邊那邊去喔 但是我游來游去好像感覺自己一直在繞圈子啊 很容易就會迷失方向啊 果然在這個神的領域呢 欸 欸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個 真的是我已經到了神的領域了 這裡 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我把鏡頭拉遠一下 這裡是什麼樣 喔 喔喔好可以了 應該是還要再繼續往前面一點點 我們才能夠 完全的脫離 這些地形的掌控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了 我們從這邊只要出去了 我們就完全離開了這個地形了 欸 出不去了 喔 行動範圍是有限制的 我被限制在這裡了 欸 不對不對還是可以出去的 可以的 我們出來了 大家看 欸還有東西 繼續往前 欸不對我直接死了啦 哈哈哈哈 我直接死了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往上面游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這個模式之下 對吧 我們直接看一下好了 我剛剛死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裡對吧 所以我們直接垂直的往上面來一下 對我們是來到了地圖的 完全的外面的地方了 所以只要呢到地圖的外面我們會直接死亡 原來是這樣子啊 我們今天又破解了一個謎團了 這個就是地形的要到外面的地方了 大家看到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 啊 真是美麗的天空啊 大家看 其實呢這個整個外面的樣子還是相當漂亮的有沒有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就是被困在這麼樣的一個小海域裡面 我剛剛試圖要闖出來 外面呢其實在邊緣的部分 不過就是長這樣子而已啦 那你想要超出來 就是直接死亡 沒有第二句話了 你再強也一樣 哈哈哈哈 這個遊戲設計者才是真正的神 我們果然還是贏不了這個神啊 想要離開這一個地圖 哈哈 以為到了神的領域 結果 最後還是直接被弄死了 不過說的就是 很奇怪一點就是 他明明傷害就是只有906啊 這邊來看傷害只有906 但是我的蒼蠅是1020耶 比他還要高 但是他好像等級升上去之後 咬我的傷害反而是 高到了一個難以置信的程度 所以這邊的數據是不是 不太能相信啊 這邊的數據 好那我們下一次的話呢 就可以來試試看 其實大家也是很想要看的 就是這個鋸齒殺的部分 看看他到底可以發展到一個 什麼樣的程度喔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海底大獵殺 我們的蒼蠅 進化到了一個接近神的領域了 哈哈 但最後還是被神給懲罰 被神給弄死了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囉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囉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